《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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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饶志诚 饶神父 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 耶稣跟门徒们的来往 耶稣跟门徒们的这些关系 我们知道耶稣造型的是二个门徒 所以门徒们在生活当中 他们常常就去请教耶稣 那今天在福音里头 我们听到的是 这些门徒们他们就来问耶稣 说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 好多压力 好多的困难 尤其是这些外在的这些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 有法利塞人 还有罗马军队 这些压力好大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耶稣就是说 他说你看你们不要害怕 那为什么不要害怕呢 因为有我有天父在照顾着你们 你们要对天主有信心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能够伤害你们的肉身 但是呢他们不能够伤害你们的灵魂 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杀死你们 但是呢你们相信什么 你们对天主的信心 他们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世代以来有那么多的教会里头 很多寻到的圣人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不怕被杀 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天主 那耶稣对门徒们就又讲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句话 他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一个铜钱是很便宜 意思就是说 但是你们天父 如果没有你们天父许可 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然后呢他说 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水多麻雀贵重的多呢 耶稣愿意门徒们了解一件事 也就是说 人比动物比事情都贵重 那么万物天主都照顾他们 动物啦植物啦 一年世纪的这些 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变化等等 天主都在照顾 好好的照顾了他们 那何况我们人 人比动物要贵重的多了 不是吗 但我们常常讲 人是什么 人是高等动物 人是有智慧的动物 是动物没错 但是是有智慧的动物 是高等的动物 那不要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比动物要贵重 那既然动物也好 万物也好 天主就都照顾他们 何况我们人 所以当面对这些困难 面对这些压力 面对这些外在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有信心 对天主要有信心 那么天主一定会照顾我们 既然照顾了这些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它们也不栽种 也不 这个 这个 囤积 这个路 这个路边的小草 小花 那么天主还要一样的照顾他们 甚至于这个小花今天长了明天就死了 它们还是要长得那么好 那么既然天主都照顾这些动物 这些植物 这些花 这些鸟 那何况我们人呢 所以耶稣就说 有点抱怨的方式 你们真的不要有小信心 小信心的人 你们还要 你们应该相信天主 应该 应该继续的 不断的 常常的信任天主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 不要怕 那么外在的事情 很重 很大 也很困难 可是有天主在 我们要对天主有信心 他会照顾我们 因为麻雀 小花 他都照顾 何况是我们人 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 放在天主身上 天主一定会照顾我们的 让我们大家 对天主有一个更大 更深的一个爱心 祝福你们